新鮮 感覺很新鮮 再加上打了一個表演賽 感受到屋邨主場的新氣象 其實都很開心 很少去打一些三打三的比賽 你看到我們有很多入津的場面出現 打了一場非常好的表演賽 希望藉著這個街場的氣氛 希望吸引更多不同的小朋友來參加一些活動 例如打球 我也希望令到香港的小朋友 會更多喜歡藍球這個球隊活動 整體感覺非常好 來到這個場景覺得很有新鮮感 都有更多的資源投放到街場 其實這樣會吸引更多人關注籃球 和參加籃球這個運動 這個球場很棒 在清衣村 本來我自己是清衣長大 我以前小時候在打球 就是環境不太好 但今次今天 球場翻身得這麼漂亮 其實對於喜歡打籃球 無論是職業學或者發燒 有很多學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其實很好的這件事 因為平時的街場的石屎地 其實很多都是合規格很容易受傷 但如果一去到清衣主場 甚至上一次的石尼市主場我都去過 所以一些街場的地下 其實它鋪排過安全很多 而且色彩紛紛 更加吸引小朋友去參加 再加上你見到我們剛剛入樽的時候 那個框其實都很鞏固 即是沒有什麼 左擁右擺 設定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會吸引更多小朋友 甚至家長會 給他們展示 好像參加籃球活動 其實我覺得可以推廣到的 因為其實以前打球 其實很多場地都真的不太理想 現在重新投入了籃球場 接著設備 籃球架那些都 有不同的設計 其實吸引到我 很想繼續過來這裡打球 當然會 因為我們始終 很萬無目的 很死板地打籃球 其實都沒有什麼 招氣的 即是我們做球員 以前一直各式部的演習 但現在新式的訓練 都會有些新的現象 無論on the court 或者off the court 所有的硬碟 背碟其實對籃球 推動這一點都是很大的幫助 其實都準備得充足的 因為自從4月21號 開球場的時候 我們無貫心 香港隊都自己 都繼續練習 無貫都維持著 一些球隊的訓練 或一些體能訓練的時候 我希望相互相情底下 再加上跟一些隊友物體之下 我相信會 開分之後會打得更加好 現在我們都維持著 球隊訓練 那 狀態都維持著不錯 我們最近都不斷追回我們的體能狀況 始終我們都很久沒有打比賽 那希望今年 其實在得分和防守 組織這三個範疇裏面 再穩固多些 還有可以幫多些手 其實目標一定是 好像季前一樣 其實我們定下的目標 都是想入後四和六 但是因為中間斷了疫情 球隊都少了訓練 我們上個星期剛剛才開始訓練 都不敢很大膽去定太遠的目標 最低限度現階段就是 在球員剛剛復操的時候 就小心身體沒有訓練受傷 都很幸運 還有兩個月給我們準備 希望這兩個月就可以把握得更好 接下來我們的目標 都想盡量爭取更好的事情 謝謝 謝謝